现年61岁的影帝梁家辉,境遇又有新的动向了,不过这次不是电影,而是综艺,据悉,梁家辉将带着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一同参加游忙过TV打造的综艺节目《一路成年》, 在得知梁家辉将加入这个节目后,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网友都纷纷表示,梁家辉和女儿合体的综艺首秀将会是怎样的,以及她和两个女儿的相处,究竟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网友都十分期待,据悉一路成年,是爸爸去哪儿的成人版? 节目邀请到了五组明星父子或妇女才遇到其中,进行分为四次累计五天的素体旅行, 他们将一同前往中国最具代表的四个地方,领略其中的自然风情,挑战极限生存环境 节目中已经成年的孩子和步入了更年期的老爸之间的朝夕相处,时刻碰撞将会成为节目最大的看点 近日为了提高节目的关注度,节目组就晒出了梁家辉和两个双胞胎女儿的全家福 从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到,童年时期的梁静兴和梁领成长得都非常标致,也传了爸爸梁家辉的优良基因 这些照片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回忆,也看到了梁家辉和两个女儿,从小到大都亲密无解 所以,也让网友更加期待他们三个人的精态表现 梁家辉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千面影帝,出道以来,饰演了不计其数的经典角色 而他凭借自己富有魅力的演技,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 他在东城西旧里是搞笑无厘头的段王爷 在东邪西独立,又忧郁又潇洒的黄耀师 这样的演技实在让人敬佩 因此,他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金像影帝 也成为了许多后被学习的对象 而在成功的背后,梁家辉的演艺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梁家辉刚出道拍戏时就遭到了封杀 甚至是无戏可拍,演艺事业一度停止 而梁家辉出于无奈,详细担任了服装模特 打指编辑等职务,最后甚至沦落到靠摆地摊围 吃生果 而对于这段经历,梁家辉则表示他很感恩 因为让他遇见了他的老婆,江嘉年 据悉,那时的江嘉年是香港电台的节目制作人 在梁家辉最落魄的时候 他给梁家辉介绍了工作 邀请他参与广播剧的鲁制 而后来梁家辉回忆那个时候 更是直言当年的江嘉年胆子够大 是劝香港唯一一个敢给他工作的人 后来梁家辉成为了同事 梁家辉便开始大胆追求江嘉年 最后,梁人情投医和江王半年后 于1987年结婚 随后,便生下了双胞胎女儿 两人结婚三十多年 一直非常人爱,也是数难得 而梁家辉虽然合作了无数的女演员 但一直名绯闻,是权中出了名的好男人 对于两个女儿他也宠爱有家 据悉,梁家辉曾经停工两年在家 就是为了陪两个女儿,见证女儿的成长 梁家辉甚至送两个女儿出国读书 增在他们的眼界 妇女三人也经常互相搞怪斗了 如同好友一 反亲密无间 因此这次一录成年节目组 就邀请到了妇女三人参与录制 叫幸福的气息一余言表 在小编看来 61岁的梁家辉如今很更多的是在享受生活 有温柔贤惠的妻子 有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一家人非常幸福 而这次综艺节目梁家辉的老朋友徐锦江 也会加入到其中 与梁家辉一同分享与自己孩子的亲子时光 而许久未见面的二人 又会在节目里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趣事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尽力花